江子牙为何刚死,周王就把他后人全行杀,难道直因宫高盖主? 大家都知道郑姓出自于姬姓江姓,现代人们往往提起郑都只知道他是从姬姓演化而来的却忘记,那有一只郑姓名,是从江姓而来江姓就是江子牙的。 后代江子牙史书记载周灭伤后周五王封江太公之少子景书于郑一同,至子姓郑人史称西郑故城,在金陕西凤祥县,周牧王夺西郑,为下都江姓郑国灭亡。 国人姓殿景氏,护卫郑景氏,一级,正是按理说这只江姓,到如今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,但为何后来历朝历代的史书上都会对江子牙的后代有任何的记载呢? 江子牙江太公为周朝开国功臣虽没有封神吧,中说的那么强大的能力,但其在军事谋略上,却用其独到之处木野大战一战,成名历史记录了他的英凉之威。 周刚建立石江太公,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而绝对权利与赵公联手极可以,如代帝王江太公死于周康王六年,其大儿子齐丁公代替江太公成为周国护国,大臣手中掌握着周朝最精润的虎奔军,曾平定三间之乱,为周朝立下赫赫战,攻齐丁公历任康王、赵王、穆王三代周天子的轻史不偏不过。 不像的说齐丁公甚至超越其父江太公,为周朝鞠躬尽瘁的六朝元老,齐丁公,齐丁公死于周穆王元年,也就是这个时候,周穆王一声令下把江太公小儿子的郑国灭了江子衙,唯一后人也死了,换句话说就是带江太公齐丁公父子,相继死后周朝皇族便开始清洗江太公的事, 立了子子子江太公这一世的正姓也则逐渐消失,在历史中,周穆王或许这就是羡慕杀驴。